没看过踢台秀活 这不见风情 这几天有网友问 说郭老师能不能说说历史上的超模 超模 超级模特 这个网友很有联想能力 我怀疑是不是 没看过踢台秀活 这不见风情 谐音梗 得了 满足满足你 聊一聊中国古代那些个超模 就是这些大美女 四大美女 却不用多说 耳熟能详 细时貂蝉 汪昭军杨玉环 估计有热心茬的 比我都了解 但今天 我给您各位说一个 稍微冷门一点的 南北朝时期的大美女 叫冯小莲 这个名字估计有网友 可能有人没听过 但是唐代理商隐 有两句诗写得很好 我给您看 您听了准得上头 她写的是 小莲玉体横尘夜 以报周诗入晋阳 要不还得说大诗人会写的 又斯文 又流氓 牙者见其牙 俗者见其俗 画面都有了 你还挑不出理来 有人纳闷 说这诗什么意思 哎呀 从头说 南北朝时期 北齐的皇帝叫高北 高北是个好色之厨 三公路院娶了不少的嫔妃 她的皇后呢 年老色衰 只不过比那些个 哎 新进宫的小姑娘 这就就一笔就失宠了呗 但是皇后不甘心 我失宠不要紧 你皇帝身边得有我的人 好替我跟那些个嫔妃们争宠 于是就把身边一位漂亮的侍女 冯小莲献给皇上 这个桥段听着有点耳熟啊 你看甄嬛传里面的皇后也干过这个事啊 看来这是古代皇后的惯用招数 史书上说冯小莲人漂亮 身材极好 现在说妥妥的超模 能歌善舞会谈琵琶 谈古中谈古琴啊 会说相声啊 会说书啊 还会谈恋爱 最重要的 他有一门首位会按摩 哎呦 把这皇帝高尾按得七魂八素 身魂颠倒 就离不开他了 给封了一个淑妃 这个高尾喜欢冯小莲 喜欢的就是坐时同坐 出则同车 睡则同床 恨门的上厕所同科 俗话说温柔相是英雄中 可况高尾还不是个英雄啊 本来就不思进取 这下好 有这么一个美貌 佳人天天陪着 荒阴无道不理朝政 所以没有多少日子 这朝廷就乱了 有大臣瞧不下去了 尚书劝的皇上 您不能沉迷女色 您得出来干点正经事 高尾呢 也真是个奇葩 你看这些个奏折 不仅没有愧疚 反而觉得 这帮人这是没见过美女 你们不知道吗 小莲是多勾活吗 就琢磨着 让大伙见识见识 好增进君臣之间的理解 找了一天 群臣上朝的时候特意在朝堂上放了一个桌子 让冯小莲穿上了性感的内衣 直接躺在上面 这叫什么呀 玉体横陈 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大臣们一上朝都傻了 哎呦 当然肯定有大权刘哈达子 又不敢多看吗 这是皇上的女人呢 万一看多了 挖了眼珠怎么办 赶紧就纷纷退出去了 假装没看见 皇上高尾 看我一番好意 大伙不领情啊 心里不痛快 哎呀 其实这帮老封建啊 没看过踢台秀 这不借风情 不过打这起 群臣们对这件事情羞于其耻 也就没有人再敢劝皇了 高尾呢 也算是歪打正招 随了心意 玉体横陈这个成语 就是从这来了 后来就没有人再敢书 上书觐见了 高尾呢 彻底放飞自我了 北齐的国力一天不如一天 这时候隔壁的国家北周 觉得机会来了 讨伐北齐 军臣上下一商量 带兵打过来了 轻而易举 打进了他的首都不远的平阳城 紧跟着就要进军到首都晋阳了 这会儿呢 晋阳还叫晋州 就是现在山西太原那一带 这个时候高尾正带着冯小连打猎了 听说平阳城陷落了 高尾本来还想赶紧回朝开个会 商量商量怎么去救援 可是这个冯小连没玩够 撒娇卖萌 不想走啊 还得做一只小兔兔什么的呢 你叫这玩 高尾真宠的 好的 就没回朝开会 继续打兔子去了 等兔子打着了 平阳城就算没了 到后来没多久吧 北周的军队彻底攻破了晋州 还在家里边抱着冯小连睡觉的高尾 才反应过来 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最后 北齐灭亡 高尾被杀 冯小连被捉 双双落了一个凄惨下场 所以 这就回到李商寅写的那句诗上来了 小连玉体 以恒尘夜 以报周师 入晋阳 就是这么来的 好嘞 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明儿再说吧